今天呢我就特别想去说说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女性成为一个强大的女性呢 从我的个人经历和我做资云的案例来看 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女性榜样人物 或者就是一个榜样人物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后来我自己经常去看传记 我发现那些优秀女性 她们从小的时候或者在这场过程中都是受到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 或者一些非常非常有力量人物的影响 那在我自己的这个咨询的刻骨我发现 那些但凡在这个自己特别欣赏的人当中 这个力量感很强的人 这个人本身就很强大 那些在自己的特别欣赏的人物中 写的可能是自己的妈妈呀 自己的父母呀 这样的刻骨 他们的职场则一定成功就势必遇到了这种天花板 就不知道该往哪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也知道原来真的是一个人要往前走的她 一定是脑海中有一些原型去引领了她 所以这就是说榜样人物是为什么重要 另外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尋找榜样人物呢 首先呢就是其实榜样 它身上活出的这些品质 其实是我们身上都有的 只是我们还没有能量 能力把这些品质全活出来 你先从榜样的上看到 原来它可以活出这样的品质 而且我也具比 那我也被激发 我也能力把这种品质活出来 其实你的榜样就是你外部的一个镜子 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个人经历来说 我从小的时候就特别想成为一个女性的作家 当然现在没成一个专业的女性作家 但是业余的还是可以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那些女性作家就无心中是我的榜样 我也喜欢看她们的这些书 她们书中这些人物 搜尔人物又是我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有双重的榜样往前走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又是不断地去拓展自己的榜样 后来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俄裔美济的这个作家叫安兰德 他身上的这种 就是关于理性的力量 这种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 所以在我去追寻 不断地追寻我的新的榜样过程中 那我的生命层子也不断地上升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能够做得更好 那你去找一个你真正想成为的这些人 或者说你想成为那些人的品质 在哪些身上展现出来 你把它们作为一张你的榜样 你并不是要完全成为他们的样子 只是把它上的品质来借用一下 这会让你的这个人生会走得越来越远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平时多去看看人物传记 或者是一些纪录片 或者在有近距离和一些自己的榜样种技术 从她们身上去获得更多能量 最后转到自己的身上 把这个能量蹦跋住 也祝更多的女性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智商越来越好 好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